對於加州民眾 尤其是洛杉磯或三藩市等大城市市民來說 高昂的房價是置業人士需要面對的首要難題 對於那些覺得大城市房價太貴 但又不想搬來市區太遠的人來說 可以怎樣做呢? 日前財經網站Go Banking Rates 就推出了一項研究 綜合了地產網站Radfing的數據 整理出9個距離大城市不遠 但平均房價能控制在20萬以內的9個城市 分別是阿拉巴馬州的Birmingham 阿里桑那州的Winslow 俄凱俄州的Cleveland 墨西根州的Detroit 愛河華州的Pacific Junction 俄凱俄州的Edkeren 紐約州的Rochester 印第安納州的Kimmel 以及馬里蘭州的Baltimore 今年1月市 灣區曾經出現過很多房屋 以低於要價出售的情況 而隨著房價下降 最新研究也顯示 大家搬來三藩市的速度有所放緩 那到底加州還有沒有城市 可以買到20萬以下的房屋呢? 答案是有 就是位於特哈埋園的Pams Creek市 購房者依然可以用 介乎10萬至14萬2千的價格 成功置業 Pams Creek地村 萊華達山脈附近的偏遠位置 最近的城市是距離23英里的Red Bluff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比特哈以下的 最新研究章